就在今天凌晨打WFDC2023 苹果眼镜终于推出了 这副眼镜可以说是正式打开了 一个空间运算的新时代 就是现实跟虚拟真的要结合喔 AR跟VR眼镜其实不稀奇 但是真的能够做到软体跟硬体完美结合的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这次苹果推出的AR VR眼镜 可以真的说是深蹲了非常多年 筹备了非常久准备开始大杀四方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 Vision Pro 当你戴上Vision Pro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也许是沙漠森林又或者是月球 它超高解析具的画质 加上眼镜上面超级精密的眼球追踪技术 可以直接带你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在日常使用的部分 戴上这副眼镜 就可以直接看到超大的萤幕 而且是要多大就多大 另外你还可以开启多重视窗 这个多重视窗就会自动排列整齐 大家可以看到萤幕跟APP 就是会直接漂浮在空中喔 然后动一动手指就可以直接选择 简直就是未来感电影才会出现的画面啊 难道这就是下一个科技的分水令吗 就是上一个世代呢可能是手机跟网路 那现在呢可能就是要进到 虚拟跟现实结合的这种空间运算的时代 那控制这台Vision Pro的方式呢 可以使用眼球追踪啊 手指控制啊 或者是语音控制 那在眼球追踪的部分呢 这副眼镜里面有超多颗感应器 随时就是在侦测你的眼球往哪里看 那例如说你今天在选择APP的画面的话呢 然后在萤幕上面呢 你会直接显示跟对应到 你现在正在看的目标喔 那至于在手部侦测的部分呢 这副眼镜在外面呢 也有非常多颗镜头喔 它随时就是在监测环境 还有你手部动作 那你今天要选取萤幕上面的选项呢 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了 是不是超级神奇的 我在看发表会的时候呢 就有一种我在看科幻电影的感觉 你知道吗 那在看电影的部分呢 就很像直接把IMAX搬到你眼前那种感觉 超级大的萤幕 然后苹果也宣布跟迪士尼合作 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呢 可以有更沉浸式的体验 例如说直接在电影场景里面看电影 或者是把球赛3D建档之类的应用 反正发挥空间是非常大的 或者是呢 你今天在飞机上面戴上这副眼镜 也可以用超大的萤幕看电影 但在工作上使用呢 你可以直接把这副眼镜 当成是你电脑的外接萤幕哦 然后另外呢 可能也会有虚拟键盘之类的 所以之后呢 到处都可以是你的行动办公室 那Vision Pro呢 它会有自己的一个作业系统 叫做VisionOS 就像是iPhone有自己的iOS啊 然后手表有自己的watchOS 所以这个Vision Pro呢 就有自己的VisionOS 那之后我们常用的App呢 在上面应该都找得到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要提到Vision Pro 它也是一个3D相机哦 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录制还有播放3D影片 它就可以立刻带你重回到当时的场景了 那再来另外一个超强的功能呢 就是人像建档 那我想要人像建档呢 就是Vision Pro 它其实是一个完全盖住眼睛的装置 但是我也要达到 让使用者跟外界互动自然呢 他们在这个眼镜的表面呢 做了一个萤幕 在这个萤幕上面呢 就会展示你真正眼睛有在看的方向 所以从外面看起来呢 就很像半透明一样 但是它展示的其实是一张虚拟的脸哦 就是当你一开始使用Vision Pro的时候 它会扫描你整张脸 然后帮你建档 除了用在这个眼镜的虚拟脸部之外呢 还会用在视讯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戴着眼镜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视讯嘛 所以Vision Pro呢 就会使用建档过的人像 然后加上侦测你的表情 然后投放给正在视讯的另外一方看 所以对方看到的就是没有戴眼镜的你 是不是超级脑洞大开的 就是资讯量非常的大 就简单来说呢 这个Vision Pro就会做出一个很像你 但是不完全是你的人 就是听起来有点怪恐怖的 然后另外呢 为了加强你跟外界的互动感 当你在使用AR或VR功能的时候呢 外面的人看到你的眼镜上面 是会有一些很梦幻的光影的 然后当外面的人走进来你的VR世界的时候 你是可以看得到它的 所以就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交状态 就是不会说你今天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样子 那除了Micro LED萤幕 3D相机这些黑客机之外呢 竟然还有红膜辨识 这Vision Pro既然有了自己一个新的作业系统 当然也要有新的上锁的方式吧 所以他们使用的就是红膜辨识 就是连双胞胎都没有办法互相接手的一个上锁的方式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副眼镜也有自己的扬声器 然后它也可以创造空间音讯 就可以达到一种生力情境的感觉 那在晶片的部分呢 Vision Pro是搭载了M2晶片 还有另外一块全新的R1晶片 那这个新的R1晶片呢 主要是想要克服这个传输的速度 因为过去的AR跟VR装置 其实最需要克服的就是传输的延迟 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延迟呢 其实就会造成晕眩感 所以R1晶片呢 就是苹果为了专门克服这一块而下去设计的 不过Vision Pro作为一个初代产品呢 是不可能没有缺点的 它的电力来源呢 来自于一个行动电源 是专门为它设计的 然后它的接头呢也是专门设计的一种磁吸式的装置 而且重点是这个专用的行动电源 只能维持两个小时的电力 不过如果你需要长时间使用的话呢 还是可以接电使用啦 那Vision Pro的售价呢 是定在3499美金 大约是10万多台币喔 然后是明年呢 才会首先在美国推出 所以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产品感觉是怎样呢 我是真的很想要带大家看看它有没有那么的神 还有就是如果拿来看电影的话 应该会真的非常的爽 然后另外呢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它会对眼睛有一些负面影响之类的 不过总体而言呢 感觉这副眼镜真的会带动VR跟AR眼镜整体市场的兴起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要竞争才会进步 那这个Vision Pro呢 它有可能是萤幕啊 行动装置啊 行动电影院啊 然后还有人说是脸上新电脑 所以就是真的非常的期待喔 那除了眼镜大亮点之外呢 我们来稍微讲一下iOS 17的新功能喔 这次iOS 17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喔 那首先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电话APP 那在电话APP里面呢 现在有更多自信化头像的功能啊 还有名字的设计 它的界面就很像之前设定桌布的那个界面 那此外呢 这一次在像是电话APP FaceTimeAPP 或者是讯息APP里面 都有很多语音转文字的功能 例如说你的语音信箱啊 或是语音讯息都可以直接转成文字 还有蛮特别的就是在讯息APP里面呢 现在有一个报平安功能喔 就是你可以在讯息里面看到对方的到家时间啊 还有它的手机状态 就是说电量剩下多少之类的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现在可以做自己的贴纸喔 例如说你的圆框照片就可以做成可以动的贴纸 这样子 还有呢在Aerotrop也有新功能喔 例如说今天你认识新朋友 想要交换联络资料的时候呢 现在就可以使用NAMDROP这个功能 那这个NAMDROP呢 就是你们两个手机靠在一起 就可以直接交换你们联络方式 然后之前我们iOS预测里面 其实就有讲到一个新的日记APP 那这个日记APP呢 我觉得它里面比较像是结合相簿的回忆功能 还有定位功能 它就可以自动去抓你一天的行程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打上你今天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例如说你今天去了哪些地方 有怎样的感受你都可以直接打下来 然后它就会结合你的相片啊 还有位置做成一个日记这样子 最后呢要讲到一个很特别的iPhone待机时钟功能 这个时钟呢可以结合小工具啊 形式力等等的展示时钟的感觉 那上面的小工具是会即时更新的 例如说你今天在看比赛啊时钟啊 或有点像是数位相况那种感觉 所以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一次 WLDC有怎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重心比较偏向 就是在研发眼镜这一块 然后其他的软体好像都比较 没有花太多心思的感觉 但是看到他们眼镜的成果呢 你就会觉得很期待它实际表现会是怎样的感觉 所以就是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摸到实际 然后来测试看看这样子咯 我们接下来也会有许多测试影片 所以记得要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喔 另外呢比较生活化的内容我也会Pull上Instagram 大家可以去追踪喔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 Bye